美方有关言论完全是一己夺人 既是为自身失败寻找借口 同时也再次暴露出 美企图在世界上继续推行强权政治的霸道本质 美国是阿富汗问题的始作俑者 在阿富汗20年的战争 给阿富汗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和痛苦 未来很多年 负面影响都难以消除 美方应该为阿实现和平重建 承担起应尽义务 而不是一走了之 把责任推给阿邻国和国际社会 美方更应该反思自身的错误 吸取深刻教训 不要再动辄对外进行军事干涉 不要再把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强加于人 不要再重蹈在阿富汗的覆辙 阿仁 阿仁 阿華